大運會小姐玩短裙誘惑 深圳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會在8月舉行 主辦單位前日就選禮儀小姐超過千一人報名 想入選都不容易的 據說他們今期就搞短裙制服 所以一定要有靚腳 而執行谷頒獎儀式組主任也承認 對禮儀小姐的身材有要求 這樣說法就是有前有後啦 有網民就不明白禮儀小姐要穿短裙 又說運動會根本不需要玩制服誘惑 不過有人就覺得穿短裙才顯得青春活力 亦都符合大運會的形象 無論怎樣都好啦 已經有215個女生入圍 大家到時看看怎樣啦